台積電 這是除息之後 目前處於貼息的一個走勢 那台股的一個指數 在站上連線之後 能不能再進一步的往 這個所謂的 半連線跟季線的一個反壓 大概9500點去做一個推升 台積電能否完成 填息的走勢 也就是說 它股價必須要回到146塊以上 這個指數它有進一步 往這個箱形的一個上線來做推升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提到了11檔 ETF的一個走勢 我想接下來 不管是入股的一個漲或跌也好 這11檔的一個入股ETF 還是會成為台股裡面 相當重要的一個焦頭的一個重心 那來不及 或者說沒有把資金 回到大陸跟香港的一個 本土的一個資金 我想大部分應該還是會鎖定在 這11檔的一個入股ETF裡面 那第三個台股的一個強勢股 還是要跟美國股市的一個強勢股 來做一個連結 那包括Nike供應鏈裡面的風態 最近昨天又開始轉強了 那一位供應鏈裡面的如虹 昨天創下了歷史的一個新高 Sky World裡面的一個宏傑科 也在歷史新高附近 那Tesla全捲土重來之後 核大又即將要挑戰100塊了 那接下來可能康普會受一個比價 那另外我們看看網購物流方面的亞馬遜 最近股價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所以接下來大家短線在選股上 除了要跟國際股市去做一個連結之外 我想6月份的一個營收 以及第二季財報 我想接下來都要陸續的一個公佈 跟揭露了 那我想在大家在選股上 最好能夠連結 這個財報相關的一個業績題材 選擇一些股價相對低基期 或者是說技術面處於多頭的一個個股 除了那種對比賣冠姐奏 石人的選品 可好 我們要加加雞